这年头如果在国内350万人民币你可以买到什么 你可能可以买到一辆英丽天悦或者是一辆法拉利 但是如果你说买房子的话豪宅那就肯定不用想了 别墅那就更不用想了对不对 可是在美国在萧斯顿350万人民币可以买得到后边这样的一个 漂亮的现代风的小别墅 这是我认为比较独具特色的一个风格的别墅 而且它只有512万美金就可以拿下了 它的占地就是你选的 如果你选的这个占地比较大 那你的院子也可以比较大 如果你选的占地比较小 那么你的院子就会比较小 但是你看它的户型的空间感是不是特别的通透 如果说在视频当中你没有感受到它通透的感觉 那么现在我站在这儿 你看我也是一个1米68的大块头的一个大妈 对吧 我站这儿你的感觉就是这个房子 还是挺大的 但实际上这套房子只有2800尺的居住面积 装修是因为这是样板尖锡装修真的是格外的好看 再加上配了这么漂亮的黑白色调的 赫本香奈尔风格的家具 就会更觉得这个户型是真美 可是价格又是真的讨喜 也真的就是刚毕业没几年就可以拿到手的一种感觉 你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在客厅看过来的这种空间感 你根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小房子 你会觉得这个房子还蛮大的蛮豪气的 挺有味道的 这个房子的厨房呢 一个白色的这种柜子 这种跳色的柜子呢 是一个装修升级的选项 但是如果你选建你的房子的话 这种装修升级都是要在加钱的 可是如果你买准线房都是设计师给你配好 不用再额外加钱的 一楼有两个卧室 我们现在先去主卧看看 这个房子的空间的这种通透感是有点惊讶到我的 因为我真的是没想到这个户型是做的这么好看 我是第一次拍这个户型 但其实呢这个户型也好几年了 这个户型的这种感觉 除了在我今天拍的Siena的这个社区有之外 还有几个社区也有 比如说Richmond的Candala社区 也有这样的户型 这属于在小户型这个区间当中的佼佼者 也是绝对的小户型当中的性价比亡者 我每次说话都会非常的严谨 之所以说性价比亡者的前提是小户型当中的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2800多尺 但是它具备3000多尺房子所有的推定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漂亮的客厅 还记不记得有的时候我们拍过好几次旋转楼梯的户型 我们有学院的楼梯也是这样转 但是客厅更大气 就算是有那种的户型也不影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这种漂亮的感官 圆圆的吊顶就是它的设计感都做得非常的好 第一楼呢也是有两个卧室 刚才我们刚看了主卧 其实它门口呢还有第二个卧室在 这批第二个卧室目前刚刚暂时被做成了Sales的办公室 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桃间来的 而且呢这个户型它可以做五个卧室四个洗手间 也就是楼上还有三个卧室 然后楼上还有三个洗手间 就会让你感觉整个的户型的结构感也非常的好 就算是家里人特别的多 那洗手间的结构感也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么多人的需求 我们再看一下一楼的细节就上二楼看 旁边还有一个洗衣房 这个位置呢是洗衣房的一个位置 洗衣房刹是跟主卧的衣帽间通在一起的 所以刚才我们在看主卧的时候 从主卧的衣帽间走过来 就可以穿到洗衣房 再从洗衣房穿出来就可以穿到这个位置了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样板间的二楼的楼梯地面 是一个石墓地板的性格 但是其实实际上你拿到的房子这个楼梯的地板 通常情况下不是地板而是地毯 这种楼梯的地板是一种加装升级的项目 你看我们站到了二楼之后再往下看 这个空间感真的不输那些几百万的房子的空间感 但是你看它的特点哈 这个房子比较窄 也就是它的横截面窄 但是它的纵截面比较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经常说房的越宽显得越豪气的原因 这种横着窄 竖着长的就是稍微价格低一点的 所以呢 这个房子五十来万就可以拿下来 我们现在上了二楼之后 先是一个小活动室 二楼必须得有个小活动室 如果没有小活动室的话 二楼就缺乏了它的结构特定 小活动室的旁边呢 是另外的一个卧室 你看它这个卧室就显得很挤了 就放下了一个困的床 两个床头棍 这边还放了这么一个台子 就感觉是有点小有点挤的感觉 毕竟这房子一共就两千八百尺 但是它放了五个卧室 其他的几个房间都在旁边 我们一一看到 这边是另外的一个卧室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楼上的第二个卧室 因为它的面积相对大一些了 再往里走 这边是我们看到的楼上的第三个卧室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五个卧室 然后旁边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房子现在的目前的准线房 都是做到了五个卧室 四个洗手间的配置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房子 楼上有三个卧室 共用了一个洗手间 楼下有两个卧室 两个套间 所以这个房子 目前看到的样本间 是五个卧室 三个洗手间 但是实际上这个房子 可以做成五个卧室 四个洗手间 价位就是在五十一二万美金 这样一个区别了 我们牛鱼看的这个是一个新房 所以院子我就不带大家去 因为新房的院子 主要是看你选的这个地块 如果你选的地块很大 你的院子就很大 如果你选的地块很小 那每个院子就会比较小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五十来万美金区间的 位于休斯顿Siena这个社区的一个房子 它的学校呢 是A B A 也就是小学是A 初中是B 高中是A 你对这样的房子有兴趣吗 我是基基 我们在休斯顿等你啊 欢迎加微信 或者给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 让我们现在看一下 整个社区是什么样的感觉 再看看从二楼看下去的 这样漂亮的客厅 有没有找到一点联系我的理由 你心不心动 Siena社区 位于休斯顿的Missouri 这个区域当中 它离着6号高速公路 还是59高速公路 都非常的近 社区里面有高尔夫球场 而且是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 有好几个泳池活动中心 健身房 然后有非常多的湖泊 有网球场 有篮球场 有非常多的公共活动区域 都注定了这个社区 是一个非常大的规划性社区 哪个社区管理费呢 只有1095美金这些社区的设施 都是包含在内的 并且呢这个社区 离着医学中心 离着市中心也不是很远 所以这个社区 是非常受欢迎的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社区 离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的吧 整个小区叫Siena 这个Siena的社区也是很大的 它紧挨着Riverstone 上面就是Riverstone 下面这一大片 都就是Siena 它们是紧挨着的 那我们看一下 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的 到中国城的距离是28分钟 到Uptown的距离是38分钟 到医学中心的距离是30分钟左右 因为我这个标的写的是外斯大学 医学中心比外斯大学还会近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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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